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丁叔 我们现在回来做下一道菜了 我们第二道菜 今天 相当简单 上海好多人家都上海炒年糕 炒年糕 我们今天用的年糕是上海年糕不是吧 样子不像 宁布年糕 宁布年糕 宁布年糕是很好的 我们知道韩国有年糕 韩国年糕是吗 韩国年糕也不错 但是我们的祖宗是宁布年糕比较好 这个年糕比较滑 吃口相当有弹性 我们用的是宁布年糕 宁布年糕 好 一个适当的防点肉丝 还有这个我们用的是冬笋 冰冻的冬笋丝 还有雪菜 雪菜 雪菜我们是自己腌的 这个东西大家要记住 这个雪菜一定要腌过24小时以后 才可以吃 为什么呢 没腌好的话 就是说不到时间的话 这个对吃了身体是不健康的 亚硝酸也是吧 所以咸菜一定要腌过24小时以后 第二天用第三天用可以 但是这个咸菜还是要保湿比率的 对 我看这个腌过不像腌过一样 新鲜的一样的感觉 最好放在冰箱的下边 保持一定的冷度 OK 所以它不会花黄 好 今天我们的水马上就开了 水开了 过去下去烫一下 一定要烫一下 过个水 对 这锅水就是说它 这个呢 水呢一定要适当的多一点 不要就是说年糕烧也烧不开 这个呢 年糕一开就好了 不会时间太长 就是把它稍微煮熟一点点 这个年糕呢 一定要隔天泡在水里边 嗯 让它呢泡软掉 所以呢 一翻就好了等一下 就是我们这年糕一提早有泡 对 OK 一定要泡在水里 那水分呢适当的进去部分 嗯 否则呢它会太硬了 好 好了 我们水呢好了 年糕 基本上开了 就 马上拿出来 锅呢烧热 烧热以后呢 滑一下油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肉丝稍微过一下油 肉丝稍微过一下油 好 好 好 就这样 有点了 就放在油这里 放在那个里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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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呢这个咸菜 下去呢朝一下 喷点酒下去 一定要酒 酒呢是有香味的 好 好 好 年糕呢 就这样下去一半就好了 肉末 肉丝 也可以下去 肉丝也可以下去 年糕也可以下去 都可以下 非常清淡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还没有放盐什么 不需要放吗 盐呢不用放了 因为这个菜是咸的是吧 对 雪菜本身是有咸味 所以我们只放了一点酒 我们看到 对 这个呢炒年糕呢真的是很简单 适当的可以淋一点油 就这样可以了 好 非常漂亮 这个年糕呢 香味扑鼻 这样就好了 很简单 这是一道上海的家乡菜 雪菜肉丝炒年糕 放了几个省事在里边 尝一下吧大翠 好 我尝一个 已经馋得不行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一点盐没放 因为这个咸菜的盐味应该够 足够 正好 应该通常的话呢 腌咸菜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用手捏头 捏头 它放一天下来呢 鲜味已经进去了 所以你炒年糕的时候 通常是不应该放盐了 是 清香 非常清香 对啊 非常清香 典型的这种 这种华洋菜的这种 那么现在呢 基本上呢 我们呢不用味精了 通常的话呢 可以用一点点雞精 好 观众朋友 今天的美食美客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